抱歉主席 請教一個權宜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就不會有視訊會議了嘛 對不對 您剛剛聽到國防部的報告 OK 好 想再確認一次 好 那我們有請我們國防部部長 謝謝 請嚴部長 何維也好 部長啊 就是 我想發生這麼多事情 然後全台灣的國民全部都是很嘩然啊 就是說 在這一次我們必須要做這個敦目艦隊讓他出去 可不可以告訴我一下 到底 到底 能說的就是說 在背後他的正當性以及必要性到底是什麼 是有軍事上面的空間 國際上面的空間 還是外交上面的空間 我們需要去拓展 需要去爭取 需要去奮鬥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一下簡單的回應 我跟委員報告 多慕遠航訓練他的重要性 必要性 以及他的目的 我們為什麼從42年開始 幾乎每一年都做 第一個就一個官校 海軍官四年級的畢業生 還有政戰學院 政戰官科的畢業生來講 因為他們將來都分發到海軍 第一個我們希望要合格簽證 他在學校所覺得 能不能反應到實務上面 所以必須要出海 第一個 這個我大家都清楚 我的問題真的是對外的部分 對外部分就是 鄭木邦誼 宣揚國威 然後最重要的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軍事訓練 是 我們在海上的一些護航 以及海上的一些戰略補擊線 以及海上的戰場經營 像我們這次剛好碰巧是4月12號 遼寧號的航母從東部外海 進入我們巴士海峽 那我們應急的處理 這三艘艦 兩條作戰艦馬上就用上 馬上到ADIZ 來做監控 就是參加了一個我們的戰備的一個訓練 這是都非常難得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們藉著這個遠航的一個訓練 他在戰 非常有效率 但是外界的質疑就是說 我們其他的演習都可以延後 那這一次為什麼就是質疑的一定要出去 他的必要性到底在哪裡 就是戰訓跟防疫兼顧 但是在防疫的考量之下 我們原來的計畫可能比這還要大 那我們都已經縮減了 都做調整了 在我們認為是安全沒有顧慮之下 來調整來做 所以我也跟總長海軍事情都研討過 尊重他們的專業 這樣來做調整 那所以到最後就是由您這邊拍板定案 是我決定 您自己決定要出航 要出去 我在2月20號來核定的 好 接下來齁 那您身為一個國軍的大家長 您自己有沒有掌握到最近我們國軍 國軍弟兄姐妹所遇到的歧視問題 所遇到的一些社會上面可能就是不歡迎的狀態 您有掌握嗎 當然這段時間 社會的一些 這些負面對我們國軍的一些報導 我想我們國軍官司兵的心情都跟我一樣 都非常沉重 部長啊 部長 你身為一個國軍的大家長 我相信你應該比任何人都還要難過啦 是 一定 也比任何人都感到痛心 我們有27個人確診 700個人被隔離 然後我看新聞看到很難過 是說 我們一旦回來已經有人身體產生抗體了 過程當中反覆發燒 咳嗽 腹瀉 全身不適 失去味覺 然後現在他的家人 他的親友 都這樣子一個一個被人家歧視 甚至學校不能去上課 不能有辦法去就醫 連工作可能都有問題 你可以告訴我你自己現在的心情嗎 當然是非常的沉重 我個人也覺得對我們官兵的弟兄 包括學生 對他們等於染疫之後 一個現在目前的處境 我個人是非常覺得沉痛 而且非常的不安 非常的不安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我不願意看到的一個情境 所以它發生我是覺得非常的難過 那你們現在有沒有好好照顧這些 我們在第一時間的時候 我們就是跟這些家屬 還有當事人都有說 我們一定會盡全力 那我要問的是 我們現在醫療資源等等的 有照顧好他們嗎 有 我們都編了一個關懷小組 都編了關懷小組 事實跟他們聯絡 看他們有什麼需求 給他們一些照顧 當然其他的 在我們的國防事務上 我們的戰備準備 都不能夠受到影響 而且一些強化的工作 我們還是要兼顧 這邊都持續努力在做 好 部長 接下來一個問題就是 指揮中心一開始是一下說知道 一下說不知道 然後確診的數量 數字一直在變動 至少過去的36個小時是這個樣子 針對外界的說 你們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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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什麼要幫國防部表達的 你們有說謊嗎 沒有說 是不善言辭 還是有什麼就說什麼 還是急於希望公開透明 所以一有進展 就對外說明 為什麼數字在變動 為什麼前後言不一致 這個部分 你要不要說明一下 我們一條一條來 這幾天這段從染疫確診之後 我們一直繼續在處理 我們碰到的一些限制因素 就是第一個隔離的人員在檢疫所 有700多位 然後還有人在醫院 所以我們也想瞭解他們過去的一個在航行當中的一些現象跟現況 但是有難度的 那第二個就是這個三條件 我們也沒辦法立即登鑒 它必須要消毒清倉一到兩天 我們才能上去 所以很多相關的資訊 不是那麼快 能夠一如玉璽 像一般辦案一樣 就能夠獲得 所以我覺得很抱歉 對外界的感覺 說我們擠牙膏 或者是我們數字一直在變 實際上我們一直積極 也要想找答案 一直要找出答案來 所以我們一直在做 但這些客觀因素的影響 而且我們也有請教CDC 也有配合醫療中心來做這些事情 所以都是奔頭在進行 所以這邊我非常的抱歉 對外界的觀感 我們還要再度精進 你已經六次道歉了 好 沒關係 那再接下來就是說 高雄市府用電話做疫調 你剛剛提到疫調了 那他們有一些國軍弟兄姊妹 他說因為沒有長官指示 所以婉拒拒絕這個疫調 但是社會大眾的觀感是說 天啊 你們國防部拒絕耶 天啊 你們國防部到現在 還不說 還不講 這個是發生什麼事情啊 呃 給委員報告 這不是事實 我請我們軍醫局局長 跟您做詳細的說明 是 報告委員好 那我們本部的官兵呢 一定會絕對配合接受疫調 那在這一次的隔離官兵呢 因為有一些是在 正常的疫調流程是什麼 疫調如果在地方 應該由地方的衛生局他們的權限 這一次CDC有做 那他們可以直接用電話 他們已經完成了 他們已經完成了 那為什麼高雄的市府還要再打電話 在那邊讓人家以為是詐騙集團呢 是 我們後續配合 那這些方法是對的嗎 正常嗎 符合 報告委員 我們後續會配合 會配合 但是他們這樣子的做法到底對不對 好 對不對 高雄市政府直接用電話做疫調 我們要問CDC 要問CDC 那我們衛福部這邊拜託一下好不好 來給你們完整做說明 一般而言的話 這些國防部到底有沒有拒絕做疫調呢 我想應該不會啦 應該不會 應該是不會 那高雄市府這樣子的方法對不對 一般而言的話 疫調的時候會先第一次進行疫調 但是疫調是滾動著進行的 有時候進行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會發覺哪個地方有一個新的發現 那會再進一步的來詢問 這都是疫調當過程當中常常發生的 好 謝謝辛苦了齁 部長 所以我們高雄地方政府 還有我們各個地方 不要說高雄好了 各個地方的地方政府 疫調到底完成了沒有 整個國防部疫調完成了沒有 高雄地區已經完成了 已經完成了嘛齁 那其他的地方呢 還有多少沒有完成 這個要陸陸續續有 所以設定時間是多久 給自己一個 因為這個事情還在滾動當中 我完全理解 這個可能要請CDC他們來說說明 還要請CDC 你們這邊設定時間呢 內部 你們希望多少時間 要把它完成疫調 我們全力配合 我希望你們把時間定下來 那不要到時候數字又再增加 到時候又被罵 這個要看CDC他們的能量 好 那這邊是不是衛福部也要說明嗎 還是你們時間大概 這是全國在關注的一個事件跟隔案 這個案子的話 我們當然是目標是先鎖定在兩個禮拜之內 兩個禮拜以內 能夠把這些處理掉 但是我們會往這方面來努力 可不可以拜託衛福部齁 多多幫忙國防部好不好 這是我們應該做的 對 我們搞到現在國防部整個 整個 好 對 好 有沒有超回答齁 接下來還要問一下 這個可能也要請衛福部確認一下 我們有人說我們是把毒箭帶到我們的友邦去 因為帛琉是零確診 那到底感染源確認的狀況如何 目前我們還在收集證據 一方面的話 當然是這些人員都檢查過了病毒 另外一方面我們現在也在抽血液 然後在檢驗檢驗中 全部抽血之道 好 那目前的掌握是比較傾向什麼樣的方向 還是無法回答 我想還是等證據完全的之後回答比較好 因為這還涉及到國外的關係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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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委員